机场大厅几乎被挤爆 人山人海大排长龙 说海亏台风音响 澎湖四日 海空交通全速停航 隔天澎湖机场挤满候补人潮 航站人员忙翻 有旅客等得不耐烦大声抱怨 骂归骂 飞机还是要搭 航务人员耐心指导旅客补卫动作 航站也努力调度班次书运 希望能够顺利把人通通送回家 现场能有两百多位旅客 我们昨天已经先协调 民航局请法性航空公司加班机 协调航空师运人来输运旅客 不只空中交通大塞车 还上交通也急急急 海魁在台东肆虐 船班全停 绿岛和蓝宇的船班 五日恢复开航 两百多名旅客全部涌到码头 准备搭船回奔岛 原本三号啦 然后定人五号才能量 我们礼拜一就开学 然后就整这样 有啊 要请教 待了五天 现在早上整个都是蛮严重的 被多耽搁两天 路上交通一样受到延误 台铁四二三车次自强号 四日因为急电工受损停驶 车上瞬间没了电力 火车卡在路野站动也不动 旅客只能苦等接驳车 心情忐忑 今天还是没办法放下心 就不知道到底还会不会来 香港不乱多次 没想到这一等 从白天等到天黑 等了六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台铁的接驳车 一百多位受困旅客 也终于能够返家好好休息了 记者盐玉龙 潘正贤 李廷熙 澎湖台东采访报道